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同时 印第安纳州一大型派对上发生枪击案 一名妇女被枪杀 另有8人被射伤 29日周日凌晨 堪萨斯州一家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枪手进入夜总会连开多枪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除此之外 本周末路易斯安纳州以及芝加哥等地均有枪击案发生 10月30日 知情人士透露 通用汽车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初步协议 为期六周的罢工将结束 协议条款与福特汽车之前达成的类似 该消息人士称 这份为期四年多的合同 包括时薪上调25%以及生活成本津贴 通用汽车的这份临时协议虽然与福特的相似 但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不同条款 比如退休人员福利 这是双方谈判的一个僵持点 该协议仍需得到通用汽车工会成员的批准 10月30日 位于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 综合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以军当晚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土耳其友谊医院进行了轰炸 导致其中的设备被彻底摧毁 据称这是该地区唯一一家治疗癌症患者的医院 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市西法医院和盛城医院附近地区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加沙南方城市汉尤尼斯以东的边境地区 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 以色列军方尚未对前述报道发表评论 以色列在启动第二阶段战争之初 并没有对外公布具体信息 部队在黑夜行动 加沙地带的互联网通信被切断 路透社报道 29日当地电话和互联网一度逐渐恢复 但电信提供商Portel表示 以色列的空袭再次使加沙北部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中断 严重阻碍伤亡救援行动 随着战事升级 国际社会呼吁保护平民的声浪愈发强烈 周日有33辆救援卡车运送物资进入加沙 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首都马哈齐卡拉机场 10月29日爆发反犹太人抗议活动 随后演变为骚乱 防暴警察被派往现场 马哈齐卡拉机场骚乱的起因是当地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谣言 称一架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往马哈齐卡拉的航班上 再有一群犹太难民 随后大批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机场 寻找所谓的犹太难民 安全部队因暴民硬闯而关闭了机场 改变航班航线并驱离示威者 路透社取得的视频显示示威者多为年轻人 他们在机场里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打破玻璃门 机场外另有一群人用力摇晃一辆白色卡车 卡车上印有巡逻队的俄纹缩写 当地卫生部门说约20人在事件中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达吉斯坦领导人梅里科夫谴责暴民的行为 并发誓予以惩罚